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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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歲到現在大概35、36年 以前是學生 其實這也是因緣際會 因為大概在1999年的時候 1995年就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來來往往 然後發現到中國的婚紗設施 它是一個契機 因為台灣人很多去那邊投資 那會去中國也是因為 在婚紗行業 中國它變成是一個 企業在經營這個婚紗 那中國人學東西是這樣子 就有新的資訊 或者新的設備 它是先怎麼樣 它是先買來研究 先買再研究 研究再怎麼用 那台灣呢 不一樣 是研究再研究 研究再研究再買 所以在這個學習的過程當中 已經落後掉人家一大劫 我們這些店家 這些婚紗設施 他說李老師你們用什麼器材 那基於這樣的想法 我們就那時候就在上海那邊 直接在那邊設了點 然後直接把器材賣給他們 因為在賣器材其實比較少 很少比較所謂的售貨服務 因為地區遠的關係 在台灣不一樣 台灣的話因為很近 他買的東西一定要可能 當然台灣比較注重這個售貨服務 那也就在這方面 我們才會其實一直投入在影像的教學 而且是透過網路 實體上在教來講 畢竟他有時間的限制 包括場地的限制等等 以後能不能夠再傳承給下一代 那透過網路一旦資料上去了 這變成有一定的資料庫 那時候是想說如何在平面上 讓他能夠有實境的 攝影教學的那種感覺 所以才會 當然因為我本身是不會打電腦 也不會玩電腦 是看小孩子他們在玩遊戲 那個虛擬的實境 很容易讓學習者本身去融入 這個遊戲裡面 那麼那時候才會想說 那也透過這個遊戲的軟體 3D的呈現的方式 讓攝影愛好者能夠真正融入 到這個情境裡面去學攝影 像Google地圖 他以前的 當然最近Google他們有做這一方面的服務 720度都可以看到 比如說這個道路的所有的場景 但是那時候因為他們不方便去到店家裡面 720度去看所有的場景 那據以前的平面的 這個 店家的介紹都是平面的 那我們會做720度是 因為 可以去到店裡面 他所有的場景 不是 不是只有一張 影像 去介紹 這一家店的特色 而是透過720度 包括 天花板 不管 比如說是飯店好了 酒店好了 他們的天花板 一般平面 不可能拍到上面 那透過這個720度 就是類似Google地圖的那種 那個 拍攝的方式 可以整個的環境都看到 那方便顧客 他們在網路上 搜尋的時候 可以直接還沒有去到他們店裡 就可以看到實體的店面 那麼 至於對將來有什麼展望 其實 應該是說 在影像的東西 這一輩子 下輩子 一直學不完的東西 南部小孩很多 像念相關科系的 後來畢業之後 在南部找不到 類似這樣的工作 那所以我們一直堅持在 南部能夠有 這樣的機會 讓南部的這些小孩子 念完這個相關的科系之後 在南部有這個就業機會 希望他能夠 不管他在外地念書 將來還是回到他的故鄉 可以在他的故鄉 發揮他的所長 他們真正能夠在地在高雄 而且 心目中的傳承 就是能夠把自己 在不管是在影像 或者是在這個做生意方面 真正能夠 因為走了也帶不走 能夠把這個傳承 給下一代的年輕人 而不是一定是我的子女 這是相當重要 因為自己的子女 其實人家 真正的優秀的人才 不一定是 自己的小孩 那年輕人 這樣子的話 才可以 就像以前的 這個中國功夫一樣 一代傳一代 一代傳一代